接下来我们就要讲 Proton 的秘密了 要讲的就是关于它的第一款 Hybrid 也就是混合动力的车款 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呢 在明年的第一季 Proton 就会推出它成立以来 第一款混合动力车型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 Proton 的混合动力 还有接下来即将要推出的车款 首先呢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明年 Proton 第一季推出的车款 就是这个传说中的 S90 也就是这个骑人座的 SUV 车款 而目前呢 这款车在中国市场呢 跟在菲律宾市场其实它的销售成绩都不普通通的 但是它在马来西亚市场有一个很特别的定位就是 在同级的车款里面呢 其实7人坐的车型是比较少的 因此 S90 就成为了那些需要7人坐 SUV 的消费者最好的选择 另外呢 这款车其实在菲律宾版本 它采用的是一个1.5公升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搭配着一个 48V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而这套系统也就是 Proton 未来将会采用的 首先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 48V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48V 其实相比起这个混合动力 插天式混合动力 还有这个 REEV 增程式混合动力 有着比较大的区别 所以基本上它提供的电力只是为了让这个冷气啊 然后出屏主机 然后这个电子的方向盘等等有这个电力而已 但是因为它减轻了这个引擎的负担 所以在有这个 48V 系统的情况下呢 车辆的动力表现会比起以往更出色 然后油耗也会更低 当然这个混合动力系统的成本也比较低 也因此在欧洲呢也非常多的车款采用这种系统 因为它可以轻松的让你达到这个排放标准 但是成本又不会提高太多 其实早前呢 Proton 就已经在它这个 Shark Alarm 的总部呢 展出了这个 48V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还有这个 1.5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的这个 Sample 所以其实那时候原厂就已经暗示了他们会采用这套系统 而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呢 这个 S90 就是第一款采用这套系统的车型 当然呢它其实也是会提供这个普通版本的 1.5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给大家选择 像我手上这个就是 70mai 最新的 Dashcam 70mai Dashcam Lite 2 它是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 Dashcam 以它的价位来讲它是唯一一款有两寸彩色荧幕的这个 Dashcam 可以让你方便看车里面的东西 在硬件细节方面它可以录制最大 1080p 的视频 而且它的镜头广角达到 130 度 光圈 F2.0 而且它还有这个 9 Vision 也就是讲在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录制到更光更清晰的画面 现在 Auto2o 有独家的优惠 原价 239 的这个 Dashcam Lite 2 现在 1999 就可以买到 另外它还支援这个 GPS 模组 也就是说你可以另外买 GPS 模组来连接 这样一来你就可以知道你在哪里拍摄你的影片了 同样的这个 GPS 模组现在优惠期购买也是有特别价格 只需要 RM49 而已 是不是很便宜呢 在购买的话原厂还会多 extend 你一年 warranty 也就是说你有两年 warranty 而且最大最大的好消息就是 全马包邮都包括东马的地区 如果有兴趣买 Dashcam 的话就不要错过这个 Dashcam 了 我们在这个下方的简介栏会有这个购买链接 还有 Promo Code 记得要用 Promo Code 至于 Proton 为什么会选择这套系统作为他们的第一款混合动力车款呢 可能最大的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成本比较低 而且这个上手门槛并不会太高 重点是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油耗表现 其实我们都知道目前 Proton 的车款动力表现都不差 不管是它的 1.8 公升涡轮增加引擎也好 还是这个 1.5 公升涡轮增加引擎也好 动力表现基本上都不会让人失望 但是这个油耗就高了一点点了 所以在加入了 48V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之后 它的这个油耗表现有望大大的降低 至于加入了这个 48V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之后 这个引擎的马力表现会不会提高呢 其实是有的 因为我们以这个普通的 1.5 TGDI 数据来看 它的官方最大马力是 174 HP 峰值扭力表现 255 Nm 如果说加入了这个 48V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之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就提升到了 187 HP 峰值扭力表现只是提升到了 300 Nm 对于这个 S90 这样的庞然大物来说 这个动力表现应该就非常足够了 因为大家买到这种 Size 的 SUV 都会问一个问题 它的动力够不够上任定 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 这款车会在明年的华人新年之后 也就是 2 月正式发布 它会成为 Proton 的第一款混合动力车型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 Proton 已经在马来西亚 大量的生产这个 1.5 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还有 1.5 公升的缸内支喷涡轮增加引擎 所以未来 Proton 的很多车款 都会采用这个系列的引擎 在 2023 年下半年发布的 Proton S50 Sedan 它也会采用这套系统 不过关于这款车就暂时没有太多相信 我们就等待到时看 Proton 会有什么消息 让我们知道 接下来就为大家回顾一下这个 S90 也就是吉利的豪越它有什么特点 其实这款车采用的是这个 MPV 的平台打造 所以它实际上它的空间表现可以完全的倒屏 是一款非常实用的车型 而且它符合了现在的一个趋势 也就是 Car Camping 汽车露营的概念 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这个豪越 菲律宾版本或者是中国版本 其实它们都在主打这辆车可以开出去露营 所以我相信它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也会吸引到这样的一批消费者 但是这辆车的重量并不轻哦 根据中国的观望 新豪越它的重量达到了 1660 公斤 以这样子的重量啊 如果我们真的只是采用普通的引擎 先不说动力够不够 它的油耗表现一定会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 48B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是非常适合这款车的 如果以速度来讲的话 其实这一次 Proton 算是很快的 因为它们 2023 年就要推出第一款混合动力车型 但是它们还是比这个 Pro Duo 慢了一点点 因为 Pro Duo 即将在这个 9 月份呢发布它们的 Activa Hybrid 不过这款车只有限量 300 辆 跟 Proton 的这个大量量产还是有差别的 就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 Proton 首款的混合动力车型 有没有兴趣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 记得追踪我们的频道 未来有第一时间的消息 我们也会为大家送上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